你怎么乱跑了 她说擅长了啊 大家都回家了 我要回家 因为她已经忘记了 已经忘记我和她在一起 轻松口吻诉说往事 今年75岁的曾大哥 太太青年多前失智 而她也是轻度失智者 去年11月 曾太太在国父纪念馆的公益演唱会 差点走失 演唱的时段刚好在 中场休息的前一个节目 所以我们演唱完了以后 那就赶快去现场要找她 结果找不到人 她有戴那个GPS的手表 那手表能够有电话功能 我打电话给她没有打通 那时候我就开始急了 所幸曾太太并没有走远 很快就被找到 根据失智症协会推估 乡曾大哥曾太太 有失智情况的长者 就超过30万人 而台湾65岁以上长者 约409万人 换算下来 每13位长者就已未失智 曾大哥也分享 刺激太太认知能力的小撇步 来这里来据点上课的话 大部分都是我和她一起坐公车 但是我都尽量不告诉她 都是我叫她来跟我讲 要下车了 我不会跟她讲 另外根据警政署统计 2023年1到9月 共3857位65岁以上长者失踪 失智失踪1281人 占33% 跟2020年同期 占比增加3.5% 凸显失智失踪 日益严重 该说的我都做了 就是说紧急联络卡 按按时纹 还有尽量的陪伴 衣服 我们有几件也都有秀她的名字 那个名牌 把它缝上去 定位的话 因为它的范围会比较广 如果真的要找人的话 也不是很好找的 现在有很多资源辅助 像是日照中心 居家照护 安全看事 帮助家属照料失智长者 其实社区友善也很重要 我们就有遇到 其实家属主动跟他的邻居 或是固定他会去的商店 做个照应 然后就是留下这些资讯 当有看到这个长辈的时候 和家人做一些回报 然后也同时可以让家庭知道 他在社区中安全的行踪 现在医疗技术发达 人均寿命延长 失智成为全民课题 身为至亲妥善照顾 关心 才能降低家中老宝贝 找不到回家之路的风险 大爱新闻台北综合报导 请降低家属赶行 身上见小刀里面 小刀里面 连针 面 就